耶利米书第十七章 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 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弹角上 他们的儿女纪念他们高纲上清脆树旁的弹和木偶 我田野的山啊 我必因你在四境之内所犯的罪 把你的货物、财宝并秋毯 当略物交给仇敌 并且你因自己的罪 必失去我所赐给你的产业 我也必使你在你所不认识的地上 服侍你的仇敌 因为你使我怒中其火 直烧到永远 耶和华如此说 依靠人血肉的绑壁 心中离弃耶和华的 那人有祸了 因他必向沙漠的杜松 不见福乐来到 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 无人居住的捡地 以靠耶和华 以耶和华为可靠的 那人有福了 他必向树栽于水旁 在河边扎根 炎热来到并不惧怕 叶子仍必清脆 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 而且结果不止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谁能石头呢 我耶和华是见察人心 试验人肺腑的 要照个人所行的 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 那不按正道得财的 好像这姑 报不是自己下的蛋 到了中年 那财都必离开他 他终究成为鱼丸人 我们的圣索 是荣耀的宝座 从太初安置在高处 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 凡离弃你的 必至蒙羞 耶和华说 离开我的 他们的名字 必写在图里 因为他们离弃我 这活水的泉源 耶和华 求你医治我 我便痊愈 拯救我 我便得救 因你是我所赞美的 他们对我说 耶和华的华在哪里呢 叫这华应验吧 至于我 那跟从你做牧人的职份 我并没有急忙离弃 也没有想那灾殃的日子 这是你知道的 我口中所出的言语 都在你面前 不要使我因你惊恐 当灾祸的日子 你是我的避难所 愿那些逼迫我的蒙羞 却不要使我蒙羞 使他们惊慌 却不要使我惊慌 使灾祸的日子临到他们 以加倍地毁坏 毁坏他们 耶和华 对我如此说 你去站在平民的门口 就是犹大君王出入的门 又站在耶路撒冷的各门口 对他们说 你们这犹大君王和犹大众人 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 凡从这些门进入的 都当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要谨慎 不要在安息日 担什么担子 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 也不要在安息日 从家中担出担子去 无论何功都不可做 只要以安息日为圣日 正如我所吩咐你们列祖的 他们却不听从 不侧耳而听 竟硬着镜像不听 不受教训 耶和华说 你们若留意听从我 在安息日 不担什么担子 进入这城的各门 只以安息日为圣日 在那日 无论何功都不做 那时就有座 大卫宝座的君王和首领 他们与犹大人 并耶路撒冷的居民 或坐车或骑马 进入这城的各门 而且这城必存到永远 也必有人从犹大成义 和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 从遍崖敏地 高原山地 并南地而来 都带凡记 平安记 宿记和乳香 并感谢记 到耶和华的殿去 你们若不听从我 不以安息日为圣日 仍在安息日 担担子 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 我必在各门中点火 这火也必烧毁 这火也必烧毁 耶路撒冷的宫殿 不能熄灭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规律